大家好,知春度 可能市場好一點,所以大家都樂觀一點 看看澳門博彩中介公司的數據又升了一些 根據博監局最新的數據 澳門博彩中介公司最新的數量升上有24間 合作人升至有12人 記得去年博彩中介公司一共有36間 但今年1月1日一度減了一半,只剩18間 現在升至有24間 合作人年初沒有記錯,只有2人 現在升上12人 合作人只是踏馬仔 在這份最新的博彩中介名單裏 不少經營博彩中介業務公司都繼續留在這裏 例如海神集團、海星、中法、澳門、太平洋中介等 新加入的公司包括VigaStar和安神有限公司 在澳門做博彩中介公司 投資都要很大 只是註冊資本也要1000萬 放在博監上 而博彩中介合作人和管理公司 要提供的擔保金額分別是150萬 50萬和150萬 根據澳門博彩中介法 現在做博彩中介 只能與一間成批公司合作 即是簽了銀行 就不可以簽永利了 不能夠分享娛樂場的收益 即是不像以前一樣 殺數分成的 你六我四 你四我六 現在只能夠接收成批公司 提供最高轉馬數1.25%佣金 即是說現在做賭廳 就只能夠像以前的搭馬 只能夠收馬擁 至於搭馬吃什麼 就是帶客人過來 就和中介公司分享馬擁 其實澳門博監局早前已經公佈了 明年2025年博彩中介數目 上限和今年一樣 都是維持50間公司 而6間博企旗下 成批公司的博彩中介年度數目 就維持不變 而2025年合作人的年度總數上限是250人 即是說正正式式 全澳門只能夠有250個搭馬仔 早前有機會入過貴賓廳看過 其實現在做貴賓廳 就沒有辦公室 沒有專屬區域 只能夠在貴賓廳裡的counter 在這裡辦公 以及擠一些公司 或者私人的物品 看見一間博彩中介公司 好像有兩三個工作人員 他們似乎沒有制服 不過就要帶回工作證 如果不帶工作證 分分鐘給博監最高罰款50萬 罰得幾金 看見貴賓廳裡 應該沒有九成九 十成十 都是內地的賭客 看樣子像東北大哥和大媽 不要小看他們 他們很興奮 賭一些最低一萬元一口的白鴿樂桌 還有一些不知是賭客 還是爬仔 可能太累了 睡在梳化上 現在的貴賓廳都五臟俱全 在裡面除了賭桌 按摩椅 還有餐廳 肚餓隨時在這裡叫食物 當然是免費的 沒事的 雖然現在做賭廳的生存空間窄了 賺大錢的機會少了很多 不過應該還有錢賺的 如果有利可圖 當然也有新公司加入做 所以你看到的數字是上上落落的 好 這一集就看到了 有一個生機情況 記得訂閱